公商協進會理事長吳東亮27日 在八大工商團體新春團拜上指出 副總統賴清德將於520後接棒蔡英文總統 帶領打造韌性台灣及均衡台灣 工商界也提出四大期許 希望台灣成為國際級AI重鎮 台灣企業能隨國際綠色經濟浪潮順風前行 讓台灣金融競爭力被世界看見 成為亞洲資產管理中心 以及穩固台灣在全球供應鏈的關鍵地位 期盼政府規劃更多的前瞻的產業政策 積極維護台海穩定 促進兩岸恢復務實交流與對話 並且持續參與國際組織 推動與各國簽訂貿易租稅等協定 我們期許台灣在全球供應鏈的關鍵地位 將會更加的穩固 稍後致辭的蔡總統表示 AI近零轉型將是下階段努力的重點 也是台灣搶佔全球產業供應鏈的關鍵因素 政府以督管旗下 深耕軟硬體核心技術 以及優化科研人才等面向 協助產業導入AI應用 相信新政府也會朝此方向努力 近零轉型方面 八年來綠能發展有成 方向也符合國際潮流 截至去年底 台灣再生能源的整體裝置容量 已經是2016年的3.8倍 風力及太陽能發電的電量 更是成長超過7倍 發展再生能源 是台灣堅持要走下去的路 現在各國都以再生能源 作為近零轉型的主要選項 加上國際大廠紛紛加入R1-100 證明我們走在正確的道路上 蔡總統強調 吳東亮提出的四大期許 自己一定會列在520的交接事項 至於稍早吳東亮致辭時 那競選廣告中 蔡總統於北海岸下車的場景 開玩笑說 很高興蔡總統從北海岸回來 總統則是笑著回應 一定要回來 因為要做到520 中央廣播電台記者楊恩祥 謝嘉欣 蔡方報導 оф Thatenss 二講 二講 三一 rigid 三 四 二 三 二